为什么我们会有指纹? 喜欢的请订阅,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知识。 指纹是指人类手指和脚趾上的纹路。 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这种独特性是由于指纹纹路的形状和排列方式不同所导致的。 人体的指纹是由胚胎发育期间皮肤表面的细胞成长和分化所形成的。 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,皮肤表面的细胞会开始形成纹路。 这些纹路会在胚胎的成长过程中保持不变,并最终形成成人后的指纹。 指纹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清楚,但有几种可能的解释。 一、握物体。 指纹能够提高手指和物体之间的摩擦力,使得手指更容易地抓住和握住物体。 二、感知。 指纹中包含了许多触觉细胞,能够提高手指的敏感度和精确度, 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和处理外界的信息。 三、识别。 由于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因此,指纹也被用于身份识别和犯罪调查等方面。 总的来说,指纹是人体皮肤表面的一种独特特征。 其形成过程复杂而有趣。 指纹的作用可能是提高手指的握力、感知能力以及身份识别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& 诊订阅 转发 打变接